我是曼仔 一个主作高性价比单重茶的茶店老板 那今天给大家推一条巨罗仔 这是今年的正春茶 其实上了有一个多星期了 不过一直还没有给大家做视频 经常有茶友在催 喜欢巨罗仔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那巨罗仔今年的货不多 没有多收 还有两款比较好的在后面 还没有做好 打算是给大家做中秋货的 所以今年就会上三款 但是数量都是有限的 喜欢的朋友就抓紧一点 可以适当出一点货 那今天这款是599的 代理罐的 一斤 那喜欢风淡露茶的朋友 对巨罗仔应该是不陌生 他算是小众茶 小众不是因为他不好喝 而是价格相对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一般巨罗仔不推荐说喝太便宜的 经常有茶问 有没有一两百的巨罗仔 其实中高山的春茶是做不到的 除非是第三的夏冬茶 那巨罗仔我只做中高山的春茶 所以喝巨罗仔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喝大吉拜网上的 有条件的话 当然我不是鼓励说大家高消费 大家喝茶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 但是一两百的单虫 我更推荐大家去喝这个蜜蓝香 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款茶叶 外形的话 乌鹤有韧 它的叶形相对于其他单虫茶会比较娇小一点 这个也是他比较贵的原因之一 因为比较难采摘 包括我们挑梗巨罗仔也是比较难挑 火候的话是中青火 香型茶的火候不能太高 但是时常他双复火还是有达到22个小时 那巨罗仔的味道在单虫茶里面识别度很高 那巨罗仔是它的品种名 因为它的叶形娇小 叶齿边缘形似锋子 所以叫巨罗仔 然后它是杏仁香型 也就是说它的橙茶表现为一股自然的杏仁香 所以你可以叫它巨罗仔 也可以叫它做杏仁香 那我们本地的茶商还是比较喜欢叫巨罗仔 不过好多外地的朋友 则感觉杏仁香比较正式 比较高大上 甚至我有外地的茶商朋友 他说同一款茶里卖杏仁香比巨罗仔好卖 茶叶名似乎也是一种生意的门道 不过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纠结这个茶叶名 更多关注一下茶叶本身 好了我们泡一下 泡单虫茶水要完全烧开100度 还是建议大家用盖碗 泡的时候快充快出 不要闷泡 等到后面如果滋味下降的话 可以适当闷一下 然后我们第一遍呢就洗掉 第一遍可以洗一下 看一下第二遍的汤色 汤色的话成黄明亮非常的干净 我们也可以直接洗两遍 第二遍我也不喝了 就洗两遍 直接洗两遍 洗两遍不是说茶不干净 因为单虫茶的话要三四道 第三四道茶的滋味才出来 所以我们以试茶为目的的话 可以洗两遍直接进入口感的最佳状态 好我们试一下 水非常的舒服 然后甜 带这个杏仁香 这款茶他苦感不明显 甚至说感觉不到 其实茶叶我们的话自己是比较熟悉的 你不要看漫展的 就是拍视频只试一遍 其实从我们收茅茶 挑茶备火 每款茶 我们自己试了不下十遍 所以大家喝的话一定要就是慢慢去品鉴 其实今年的巨罗仔整体质量是不如去年 因为制作期的时候天气太热 所以今年的巨罗仔 慢载只收了少量 感兴趣的朋友就要先联系一下慢载 咱们小众茶一罐就可以起拍 就是一百二十五克的 其实巨罗仔也算是比较个性的一款单种茶 茶叶拍回去 大家就真的好好品尝一下 买单从找慢载 喜欢风茶的朋友也可以私心慢载 感谢观看